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凭借陈香,杨子与诚意的待剧能力再次被肯定,特别是后者 在琉璃两年之后再次参与仙霞项目,仍然能够爆火,她的个人商业价值飙升 经纪公司又成功,拥有了一位未来前景璀璨的宝藏演员 而之前拥有的,就是公司一格人家伦浪,与诚意不同的是 她虽不是科班出身,但却在入圈不久后的导演赏识 一部大唐荣耀,一个李初,让她的古装男神之路开始走稳 李初的人设放到如今来看,是丝毫不过时的 她身为皇家子弟,懂得照顾名声,能闻能武,脑子灵光 沈珍珠女扮男装,她没有傻到没发现,心机女还装柔弱,她撇下就不管 在大义面前,先完成自己的责任,同时保护妻儿 最终放走病重的沈珍珠,自己回去做好皇帝,面面做得周到 拳术上去的装发,既符合了朝代特色,又最大程度展现了她外形上的优秀 天选古人在这之后,接连拿出三个角色,各个是角色 冷面陆毅,前后反差大,呆蒙长矣,从未变过纯善之心 锦衣之下里的陆毅,完美演绎什么叫前期狂拽库,后期火葬场 语言惊吓出剑,招呼不打就抢走别人手里的文书 知晓了她的名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人家去打扫马就 即使在一同破案的过程中,不自觉的一点点对袁金夏清新 陆毅这个冷面王,也始终维持住自己生人无尽的人设 直到中毒之后,心智变成八岁志同,语气乃怕打雷 睡觉要攀住袁金夏,这前后对比才强烈 与陆毅的游冷转暖不同,与交际里的长意 从始至终都是那个天真善良的娇人 他为说不多有怒气的时候,回弹下来均是伪装 无论是朝著万花谷众人使出狠辣姿态,还是囚禁纪云河 他要么是在保护自己,要么是在守护他人 纪云河曾在大结局里说过,长意的纯善是宝贵的 他生长在清澈的海底,不问世事,安得自在 就算上岸之后历经磨难,也还是那个呆萌无边的长意 千年沉睡将军陆延,为爱诚心等待,痴情种一枚 请君的播出,让不少观众感叹 时隔三年,还是掉进了老陆家男人的温柔陷阱 陆毅之后,任家伦又贡献出一个内敛性格的人物 洛延沉睡之前是痛失挚爱的人族将军 归来是叫行李不缺钱财的老板 他等待千年,只为寻找芸汐下落 为此,他能选择留在清泉寨当二房 也会在得知于等等的血能破除阵法 觉得他就是芸汐之后后悔万分 陆延是深情不移的,在感情方面他足够真诚 而在为人方面,他在千年之前与芸汐交流的时候 就表示过人族是美好的 而后苏醒归来,面对顾北溪对灵族的质疑 他选择为纯洁善良的灵族说话 不管他站在哪一边,始终站在对的一方 且不更改立场 陆延这个角色,后期可以细挖的设定 还有许多 同样是沙场好儿郎 他与周生辰之间会有什么样子的区别呢 从五年前走红 到如今稳固圈内地位 在挑选角色这件事上 回顾人家伦扮演的这么多人物 会发现他们表面相同 内核却差别众多 从唐朝皇子到深海娇人 从家国纷争到玄幻成长 演好了一个礼处不够 已播出的哥哥魅力不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